肉 吃吧 你还肉醋了 好 这凉了 皮有点腻 烫快手就为了看你 是吗 铁子 很荣幸自治呀 铁子 不知道怎么说了 没有我 你就卸在快手了 是吗 就吃肉好嘞 来了点鱼 来了 弟妹 弟妹 哪个弟妹 这么多弟弟 请问你问哪个弟妹 什么事 上锅了 上盘 上盘 上盘吧 不上锅了 打着头 亲弟弟的弟妹 是吧 在家呢 老天 在家 干客服 一只舒服 舒服吗 挺舒服的 最佳客服吗 对的 有位分了呢 你穿看 你穿看 人好好的 你吃的有点可惜 衣服没有 刚客服多少钱呀 嗯 两千多块钱嘛 贴的 嗯 两千多块钱嘛 贴的 烫 烫 稍等一下啊 喝口水 吃个甜品 待会还煮火锅嘛 不煮了老天 我 其实直播很少吃火锅 老天 今天怎么自己罢虾了 自己动手分一足十吧 天 没有人给罢 咱自己罢吧 在家也吃得多吗 嗯 那我不吃到老天 有时候我们 你 搬着吃也需要什么的啊 公司聚餐啥的 就会吊上弟妹 嗯 弟妹来了她也不吃 嗯 意思意思就行了 如果别人吃那么多 好 谢谢老天啊 谢谢拉铁的关系 他没什么时候结婚 嗯 我也不知道拉铁 快了吧 明年嘛 弟弟在哪工作 在我这里工作呀 弟弟工资的话万二八千的 你很美 谢谢啊 你很美 谢谢啊 我都不好意思啊 你都夸我了 可是我们有今天 有こ WHO свое的 没工资太低了吧 定 security安 Bible 嗯 我们合肢的平均工资都这样 合肢的平均工资像 integerand 良千几百块 那不太吃 clim Renazi公司 这边干的是那种居家客服 也不用出门啥的 这家居可以干 工资少一点 但够花了 小姑娘话不多 终于关注你了 谢谢刘涵 疫情 解放了我们都 不是给我干客服 是在我们当地找的 不是给我干 小姑娘才花得多 反正是看什么小姑娘 你知道吗 我当小姑娘的时候 我就没怎么花过钱 我一个月挣两千多块钱 有时候挣两千三 有时候挣两千七 反正就是我就 我就 我就挣两千 我就给我妈那两千 然后我剩零头 留着花 也不等我买衣服 也不化妆 那个时候 然后全买吃着了 下班一个煎饼 每天下班吃个煎饼 挺幸福的 想想还挺 一边吃便弄车 一边吃煎饼 如果这个煎饼太烫的话 我就这样拿着 又风吹一下 我以前也那样是吧 只要是化妆打扮 都不把钱对了 然后我不怎么打扮 我多大了 我三十了 老天 这种煎饼 或者房价高吗 均价的话也就七八千 五六千 不是 没有 周边的就是四五千 五千多 然后市中心的话 就是平均的话 应该就七千了 也有贵点的 一万多的 但特别的少 均价也就七千来块钱 市区 周边的话 就是市区周边就更便宜了 五千多就能买 不算贵 我们的房价 就这还在啥呢 还送车位呢 便宜得很 周边的 嗯 反正是五千多块钱 都送车位 还送了 潘石新城多少钱 我都不知道 这个时候去多少钱 我都不知道这个时候去多少钱 结婚生哪找罪 我还快收五年了 虽然那时候 小鱼买别墅了嘛 我上哪买别墅 这道天 我没有吃 合则 房价虽然便宜 但是别墅的话 如果买别墅的话 别墅可能就贵了 得得一两万一瓶 一万七八两万块钱一瓶 别墅的话 买不起 嗯 自己买房了 对啊 刚开始五年了嘛 怎么着也得混套房子 嗯 天瓶上不了车 衣服弄脏了嘛 嗯 没事 下班了再洗 合则消费得对 嗯 还行 不算贵 不算高 反正是 不算高 然后工资也低啊 平均工资的话 你就两千多块钱 嗯 这么多寿命吧 老板你说什么呢 我都听不懂 我都听不懂 财力为什么那么高 嗯 分哪一块儿老贴 分哪一块儿 现成的财力就高一些 二十多万 十来万 十八万八 二十八万八 但我们合则市区没那么高的 合则市区的话 你就像我结婚的时候才一万一 当然我不是市区的啊 我是市区住边的农村的 但不贵 但挺便宜的 嗯 一万一就把我取回家 我多少是有点倒贴了 嗯 friday 炼 炼